对年金改革不满的全抗民众爬上监察院 在众人欢呼下把国旗降伴 还不时在高台上振臂高喊 警方在考量安全因素下 把民众带离监察院屋檐 但游行民众却认为是警方抓人 扬言不放人就闯监察院 当爬监察院楼台的民众回到游行队伍后 民众也转往总统府前集结 这对这起将近三千人的游行抗议 退休警察总会长耿继文表示 年改对警销人员不公平 加上最近有国道警察殉职更令人难过 因此号召警销与民众游行 就是要对年改恶法表示不满 甚至希望警销比照军人脱钩处理 耿继文说 警察消防的危险辛劳 政府忽略 政府没有看到 今天早上国道警察 有两位弟兄在今天清晨五点钟的时候殉职了 我们非常的难过 第二个事 我们警察消防 对于年改的恶法 我们不服从 前来声援的警察大学前教授叶玉兰表示 警销工作有时间长压力大的现象 使其健康受到很大的影响 如果按照目前公教人员的越退楼地板新台第32160 是无法维持警销人员有尊严的退休生活 他强调警销人员跟一般公务员不一样 叶玉兰说 由于承抗活动为期两天 主要活动范围也在行政院 立法院总统府等周边区域 为了避免民众有脱续反应 警力也在主要行政部会外加强违安部署 形成学长抗议学地警戒的对比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收照片采访报道